好 今天我们来到台南 要跟高斯伯一起做 他觉得最舒压的事情 是什么呢 赶快来看看 你觉得最舒压的是 现在我在做的事情就是 夹娃娃 夹娃在行吗 我还可以耶 你觉得夹娃技巧在哪里 我觉得夹娃 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不是夹本身 而是观察 观察什么 观察什么 观察哪一只最好夹 有差一点点耶 对啊 观察哪一只最好夹 差一点点 你觉得你这一次的对手 王伟哲对你来说 是囊中之物吗 你马上可以把它夹开 那不可能 就像这一只 我们要夹好几次耶 你讲到对手 王伟哲的话 你觉得你他的地方在哪里 有耶 你看 我夹到了 对啊 你看 这是前人 共同合作 前人重树 后人乘梁的概念 好啦 给你好了吧 好啦 耶 不然那你来台湾一无所获 对 好啦 再来 再来 该你 那赖清德 你那以前做的时候 民调超高的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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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这个稍微按错了 按错了 你看 讲到赖清德 你就整个歪掉了 可是以前你 那个上次选 你认为的时候 你只输给赖清德5000票 刚才那已经是10年前的事了 10年前的事 他后来 我讲的是他后来当市长 他做了很多事情 我觉得是道理上 或者是法制上 都说不过去的是 拍摊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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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就是这样 可以叫什么 以前 以前 这是犯规的啦 犯规 好啦 我没有做犯规的事情 都把台湾 假如说什么 一颗西瓜就会当选 其实台湾 我们台南的人 跟全台湾的其他的人民一样 大家都是有理性正常的人 所以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说会自己 跟自己过不去 那我觉得以 你是跟台湾串通好是吧 没有 我也花了不少钱来 你平常都是加给谁啦 我加给我 你家10岁的小朋友 10岁小朋友 我儿子常常在 在那边跟我讲说 一定要当选 不能输给人家这样 对啊 他也在跟你训话一下 对啊 你爸爸是高玉仁 然后你姐夫是朱立伦 那所以他们都会帮你操盘吧 我跟你讲 你讲到这个事情 他们会帮我啦 会帮我 家人的份上会帮我啦 但是我觉得选举 最重要还是 还是自己啦 给那一只 那你再加哪一只啊 最旁边那个黑 为什么那一只看起来 因为我觉得那只难度比较大 难度比较大 你要挑战难度比较大的哦 对啊 这只难度比较大 这也太好笑了 但是浪费钱 对啊 可是我没加到很多只啦 所以你现在是怎样 所以挑战一个难度大一点的 对啊 大家挑战一个难度大一点的 Crazy Friday呢 那现在最有话 他很有趣啊 他是非常成功地引起话题的人 现在能够在这种 政治冷感的时代啊 能够做到这样是很不容易的 而且这台南对不对 然后现在又可以吸引 而且他很有型啊 全台湾的 对啊 他很有型啊 很有型哦 夹到了胖丁啊 可爱哦 好了 那就祝你打选战 就跟今天我们夹娃娃一样啊 战果辉煌 战果辉煌啊 赞赞赞啦 谢谢 成功 谢谢